老公 我上午刚交了水电费 手上也没几个钱了 上午费你什么时候转给我呀 哦 你不说 我差点忘了 这卡里有两千块钱 你先拿着 你上个月不是总加班吗 怎么就这一点啊 小芳家里有点事 我把钱借给她了 老公 你都交了什么朋友啊 上个月有人问你借钱 这个月也有人问你借钱 我们家本来就不富裕的 你怎么就不懂拒绝一下啊 都是多年的朋友 你让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嘛 那好吧 我累了 我休息会 慢慢吃吧 老公最近怎么了 说是把前妻给的小芳 原来是你自己向小芳借钱吗 哥 妈的病又犯了 你之前给我的都用完了 你再想想办法 老婆 老婆 喂 老婆 你在哪呢 饭也不做 你赶紧给我回老家来 好啊你啊 我看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妈 老公 老公 这是你妈吗 这 这怎么不是我妈了 是你妈你怎么不回来照顾她呀 你怎么还瞒着我呢 我 我妈是农村了 我怕你 我怕你 怕什么 我既然是选择了嫁给了你 我就要接受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过去 和你的家人 妈辛辛苦把你抚养长大 供你读书 她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他们了 现在妈都生病了 我们更应该回来照顾她 老婆 对不起 我只看了二十万 你拿着 给妈去买些股品 帮她不足身体 老婆 你上哪咋那么多钱 我们家也不至于那么穷 以后啊 你就别问小方借钱了 我们家也不富裕 知道了 赶紧去给妈做饭去 哎 我怕你 我怕你 就算了 我怕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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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再早就 去 我怕你 我怕你 我怕你